在我們下禮拜 也就是下禮拜一到禮拜五 5月23到5月27的部分高中以下 花蓮縣高中以下 包含幼兒園所 公私立幼兒園所 是暫停實體課程 所以請我們所有的家長 一定要注意 12歲以下孩子的照顧以及安排 一定要讓他們安全的在家 今天全國是85,720位確診 花蓮縣是1,187位 這裡跟大家報告 另外新增的居家照顧的部分 是1,178人 確診的年齡分佈 所以在12歲以下的是174人 13歲到18歲 區間的是89人 在19歲到64歲是783人 65歲以上的141人 月23號到5月27號 我們暫停實體課程 調整為線上課程 我們今天會給我們的高、國、中、小、還有幼兒園 每一個學童帶一劑的快篩試劑回家 在我們的5月30號來上課的第一天 請在上學前先請家長為孩子做快篩 快篩因再到學校 5歲到18歲 我們的兒童及青少年BNT新冠疫苗 校園接種 接種日期從5月30到6月7號 如果您5月30號到6月7號 沒有跟上打BNT的話 6月8號要接種的話 學校第一個會補開給您的弟子 您的子弟接種的通知書 5到11歲國小還有5歲以上的孩子 5到11歲的孩子 試到13鄉鎮的衛生所施打 帶著你的接種通知單、健保卡 還有本人到衛生所來施打 如果你是12歲到18歲的 這個國中、高中的孩子 施打第三劑 所以您是到醫院和診所 來預約接種 疫情越來越嚴峻 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預測 可能就會進到我們的高峰期 在這個面對這麼嚴峻的疫情之下 我想我們整個花蓮縣所有的鄉親們 應該手牽著手 互相連結在一起 以愛的連結 來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疫情 我想現場不斷的提醒大家 有哪些地方可以賣快篩試劑 衛生所也有快篩試劑在偏鄉的地方在販售 所以我想我們趁這個機會來推動一個快篩之愛的行動 快篩之愛的行動 那這個行動是什麼宗旨呢 就是你需要我跑腿 你需要我跑腿 所以我們的你的左右鈴舍或是你的親朋好友 他需要快篩試劑 但是他真的工作很忙或是在居隔好的因素之下 他無法去買的話 那如果你願意提供健保卡 那他幫你去買 所以我們來一個快篩之愛的行動 就是你需要我跑腿 快篩陽性 如果快篩陽性 經過一樣用視訊或診療的方式 如果也確認是陽性 那你就不用再去做PC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醫師可以盡快的給你服用藥物 或做進一步的處理 跟進一步的治療 那同樣的 你除了用視訊的方式 去確認你的快篩陽為陽性之外 你也可以把你的檢測片 用夾鏈帶夾好 然後帶著健保卡 到你附近的醫療院所 請醫生給你做評估 那醫生評估也確定是陽性 那我們就會做陽性的診察跟治療 那如果說醫生跟你的看法 也不太一樣 那一樣的 你可能就要去做防疫門診 看防疫門診 那如果你要自行就醫的過程中 一定要記得 請你把口罩戴好 禁止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那當然你也可以自己開車去 也可以騎車去 也可以家人陪同都可以 不過基本上就是全程戴口罩 我們下禮拜5月26號 原定要辦理的基本學歷檢核部分 也會延期辦理 那因為這個部分呢 是涉及了15個縣市共同辦理 所以相關的一個 後續的一個規劃期程呢 會由15個縣市 在進行開會討論之後 再做決定 所以時程 順延時程的一個 確定的一個相關作業呢 等我們開會決定之後 會再另外的跟各位鄉親以及家長 學生進行說明 再來部分呢 是針對短期補習班的部分 在5月23到27號 會由我們各短期補習班 自行來評估決定 這段期間是不是要暫停實體課程 調整為線上教學 所以短期補習班的部分 會由各補習班自己評估決定 教員的一個防疫架 還有暫停實體課程的一個狀況 那今天新增的學校 總共有24所學校 包含高中端的部分 有花蓮高農一所學校 那在國中端的部分呢 有光復國中等六所學校 那在高中端跟國中端的部分呢 會進行我們班級的一個 九宮格同學呢 進行三天的一個防疫架 那在國小端的部分呢 包含我們中正國小等九所學校 幼兒園的部分呢 包含了毛毛蟲幼兒園等八所學校 在國小端跟幼兒園的部分呢 就會針對我們確診的一個學生呢 所屬的班級 進行三天的一個暫停實體課程 那這是今天的一個 校園防疫架跟暫停實體課程的情形 最後跟各位鄉親報告的 則是我們新增的一個 確診教職員工生 那是屬於並未進入校園 然後沒有校園的一個足跡狀況 所以相關的一個老師還有班級同學部分呢 會屬於繼續的在學校上課的狀況 那今天這一類的情形呢 總共包含了海星高中等六十一所學校 其中高中端的部分呢 有三所 國中端的部分有十二所 國小端的部分有二十六所 幼兒園的部分有二十所 那總計呢有一百一十四名的教職員工生 其中包含了一百零五位的學生 以及九位的教職員工 那這一百一十四位呢 都是屬於並未進入校園的部分 超級大本製的道具 started 高中文物